西九文化區主辦六腳鴨插畫的我去西九活動 六腳鴨很開心受到邀請插畫這次的我去西九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物料包括金屬、木材、水泥、紙藝、食材和塑膠 以生活為主題的藝材創作活動 帶動居住在不同區、不同年齡的香港人 從發現自己社區的文化特色開始 並且探索西九文化區的特色 一起想像在西九遇到不同的人、事、物 西九文化區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 在這裡有自由空間、戲局中心等不同的表演場地 也有預計於2021年底開幕的視角文化博物館 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都如期會在2022年的年中開幕 這裡更加有23公頃的公共空間 包括有藝術公園和海濱長廊 被一家大小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和享受藝術文化 在這裡將入不一樣的親子時光 西九文化區坐落在維港海邊 唯一油煎黃區 但它也屬於全香港市民的文化藝術區 接下來講解的工作坊 將會以不同的材料聯繫西九特色 不如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集合藝術、文化、教育、娛樂、旅遊 以及公共空間於一身 西九文化區的遠景 是為香港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 促進本地及國際藝術家的合作與發展 戲曲中心於2019年1月正式啟用 外觀以一盞傳統中國彩燈為概念 融合了傳統和現代設計元素 戲曲中心以保存、推廣及發展戲曲藝術為宗旨 兼付弘揚本地粵劇 和推廣其他戲曲劇種的使命 上駐的茶館新精劇團定期上演《月》、《樂》、《茶韻》 重現古代戲曲茶樓文化 大劇院具備專為戲曲演出而設的設施和配套 亦適合其他表演藝術活動使用 藝術公園正中央的自由空間 在2019年6月啟用 致力締造一個充滿活力的表演場地 吸引和培育具創意的人才 自由空間的設施包括大盒 兩個多用途空間、細盒和盒仔 還有音樂酒吧樓伯Live House 藝術公園是西九文化區的綠色深藏地帶 公眾可以在雙層設計的海濱長廊 欣賞維多利亞港的迷人景志 藝術公園亦可舉辦露天表演 各類展覽及不同文化活動 演藝綜合劇場 是一個為本地和國際舞蹈或戲劇而設的頂級表演藝術場地 預計在2024年落成 大樓內設有多個排練場地 和一個駐區舞蹈團中心 匯聚香港的舞蹈團體和藝術家 共同發展舞蹈藝術 和開拓跨領域合作 M家是香港暫升的博物館 自力收藏和展示20及21世紀的視角藝術 設計及建築 流動影像 以及香港視角文化作品 M家將會是全球最大的現當代視角文化博物館之一 M家大樓將於2020年進攻 而博物館預計在期後9個月至1年內開幕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預計在2022年年中啟用 將自力促進大眾對中國藝術文化的了解和欣賞 以創新方式展示來自北京的故宮博物館精選藏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得以落實 有賴香港財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捐助 我們自力打造一個綠化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區 為了加強行人安全、減少污染和濟塞 西九文化區主要的交通道路將設置於地底 西九文化區以啟用的場地設施 加上陸續推展的項目 穩藏著無限可能 這個足目的新地標將成為創意集中地 以及一個屬於大家的文化區 西九有不同的演出場地和博物館 小朋友和爸爸媽媽可以來到西九 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表現 例如可以在自由空間欣賞到不同的戲劇表演 在茶館劇場可以欣賞到粵劇表演 在M家可以欣賞到不同的展覽等等 你最想和爸爸媽媽在西九欣賞 什麼藝民活動呢? 戲劇?戶外音樂會? 展覽?還是戲曲呢? 或者會不會之前呢? 其實你去過西九欣賞過印象深刻的表演 或者有些活動想記下它呢? 然後跟不同人分享呢? 除了透過語言之外 有沒有想過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跟人分享呢? 今天很開心請了Marble Pin & Care的David 和大家做版畫創作 David 你今天會教這個小朋友和家長 創作一個怎樣的版畫作品呢? Kennie 其實今天很簡單 我們會做一個叫粒板畫 和加上剪貼 好 那David 做這個作品呢 需要什麼材料和工具呢?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這次的材料包包包了 有膠片 有顏色紙 還有割牛油紙 無形板 蜜蜜 馬連 還有三種顏色的 除了之外呢 你們家裡要準備一些膠紙 一支鉛紙筆 膠紙或者戒刀 和白膠杖 這樣就可以做到很簡單美麗的畫畫 報名啦 又被抽中的參加者呢 可以將你收到的材料包 還有我們建議大家 如先準備的工具呢 拿出來的 如果你錯過了報名 或者沒有被抽中的朋友呢 不要緊的 你都可以去到六腳丫 我去西九的網頁那裡 看看工作方所需要的材料 或者工具 然後跟著 看下來的教學片段 創作屬於你獨一無二的版畫作品 好 小朋友 你們準備好沒有? 如果準備好呢 我們就開始跟David 學一下怎麼創作這個作品 今天我們會做的粒板畫 我們這次去西九那邊 可以找一些特色的建築物 或者表演 或者你覺得有興趣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放在畫上 我們開始就 我開始就選了一個地方 叫Sphere Space 我就在圖裡 自己畫了一些稿 參加者最重要 你要調轉一些字 因為如果不調轉 我們反畫 這個版畫 會反 會好像鏡子那樣反轉 如果你畫字 要先調轉 或者電腦調轉 或者你可以是 自己的手調轉 那些方向就可以了 我們首先用一塊 模型版 有一個圖 刷進去就是A4 size 首先印了圖出來 畫了 這樣我們就會 用一些膠紙 定一定個位置 對好 那塊板的大小 先黏一黏它 接著我拿一支筆 或者圓筆 或者尖的東西 就可以在上面 跟著你想畫的東西 就跟著在上面 然後畫下去 但是緊記 就不可以太大力 在上面 一路我示範給你們看 OK 那我們 那個頭 我們從這裡開始 那個力度 我們一定要畫到 不要很大 推下去 那塊模型版那裡 因為模型版很軟 有機會 你的線 就會爆了 如果你們覺得 如果你們覺得 你看看 力度幾樣 你看看 那塊板 有看到線 會看到線 在這裡 譬如有些線 這些線 凹了就已經OK 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來做 如果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我把整個建築物的線 最重要是 勾拉了整個建築物的線 是綠色的線 綠色的線 是綠色的線 如果你們覺得 有機會 你覺得 錯過了一條線 或者你怕 忘了畫到哪裡 你可以 揭開來看一看 如果OK 我們繼續畫下去 現在最多的部分就是字 好像剛才當時 最先說 因為這個板種 我們印出來 一定要反 才可以印到正 那我們的字 要先反了 那我在電腦 已經做了反字 就要簡單一點的電腦做 或者如果你是手擅長的 手畫都OK的 如果有些人 就會用鏡子 用鏡網來做 都可以做到反字的效果 為什麼 五得 五得 三 größ 五分 三 五 六 五 六 如果覺得不清線,你可以加深一點 我看到線不清,就會加深一點 大致上,我們完成稿 畫了線在模型板上 你看到線凹了下去 這個凹板就會上去 現在我們準備密碎和膠片 做完畫稿後,我要定了顏色 譬如我定一個建築,可以定一個灰色 當作我寫灰色 這個位置我用黑色 有一個草地,我就用綠色 這個也用綠色 定好顏色 我們可以用天,可以用顏色紙 來代替天,簡單一點也可以 可以到時候,你用整個天的藍色也可以 如果你想整個天的藍色也可以 我們定好了,還有這個位置 我們可能用紅色的logo 定好了,我們首先做了基本的建築 因為最多顏色是在建築 最大部分 混合了灰色 放平它 如果混合顏色的時候 最重要是混合得均 畫完塊板之後 因為天空我們用顏色紙 我會用剪刀或剪刀 如果小孩子做 最好有爸爸在這裡 用剪刀,我剪掉天空的位置 先剪掉 盡量保留天空 因為我們有機會用天空來做顏色 保留天空,沒有弄爛 如果用剪刀,也很容易 剪刀 我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要天空 不要盡量跟著位置 剪刀 我們先留下天空 如果我們需要做天空的顏色 就用這部分 我的步驟就寫下天空 這個寫天空的字 預備定,你記得這個位置 我們先上墨 這個位置不上墨 我們不會撈亂 我們知道天空在這裡 先放下 然後我們可以做多一步驟 然後我們要清除一些位置 清除一些碎 那些碎可以少少清除它 OK 清除了之後 開始就用墨碌 上墨 上墨 然後我們就轉移墨 上墨 這樣就開始 我們混了一隻灰色 我們用灰色 因為我們用灰色 中心裡面用灰色 我們用灰色 先做底色 我們滾墨 就一個方向 不要說我們有些人這樣滾 又這樣滾 有機會拿回那些墨 我們一個方向來滾 滾 這樣滾 均勻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找了一個顏色紙 我找了天空顏色紙 藍色 可以就不用做天空位置了 今天預備將紙和板大小 如果有些人喜歡大張一點的紙也可以 我們準備一張紙 就不可以小塊板 反而不是 我們用馬蓮 給少許壓力 我們拿出來看看 顏色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再加些顏色 如果不夠的話 再加些顏色 再加些顏色 然後再加些顏色 再加些顏色 現在差不多了 這次夠密了 可以拿起來了 接著我們等它乾了 放在位置上等它乾了 我們開始做另一個步驟 我們印完這塊 第一塊板之後 我們準備一塊濕毛巾 抹走多餘的物 這樣就開始做另外 我們開始做草地 那草地怎麼做呢 我們就 找爸爸用割刀 如果小孩子做的話 跟著草地的紋 我頭頭開始 這個就設計是草地 先割草地出來 先割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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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割一個 先割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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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好 好 這個草地 我們 你看到這樣 草地出來 我們會清淨 可以做一些多餘的位置 剛才我說了,我寫了顏色在背部 讓你們方便認住背部,這個才是正面的顏色 記得這個位置 開始做草地,開始用膠片 把綠色塗進去,因為面積不大,不需要太多 因為綠色是這麼大塊,不需要太多 如果多印幾張,我們要多一點 也好像剛才的步驟一樣 整個粒粒沾滿了,一個步驟 也要快一點,因為油很容易乾 我們要多一點紋,也要快一點 我滾了之後,我們拿回第一張 底色灰色,吸在草地位置 跟著陸的外線,吸在馬列 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壓下去 其實好像吸引仔一樣 現在我們在做的畫 我們可以看一看 如果不夠粒的話,我們可以再加多一點 因為都快要乾一點,所以一定要快 好,我們再吸一看 再吸一看 如果不夠粒的話 可以再攪一轉 好,我們再吸一看 好,這次就夠了 我們做完這部分 我們又做另一部分 我們這次是做那個 刀那個,中間那個 我剛才說中間用紅色的 我們切了3 space的字出來 可能要爸爸幫忙 因為中間的位置 可能要下剪刀 我們用大刀 把這個位置切出來 那我先剪掉 那我先剪掉這個位置 剪掉出來 然後剪掉出來 好,我們切了一次 我們再切一些位置 譬如我剛才預備一棵樹 我切一棵樹 然後會切黑色的位置的淫紅 譬如這個圖 我會切黑色的位置的淫紅 我會切出來的這個位置 我們剛才印了草地之後 我們之前的剪刀 就是預備的不同顏色部位 就像剪刀一樣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 3 space 我們會用紅色 切不定定了紅色 我們切了出來 另外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就是我這個 黑色位置的棚 黑色位置的outline 我們又切了出來 放在一邊 我們好像剛才那樣 我寫下它 這個黑色 這個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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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一邊 這個3 space 這個不用了 因為你也要形成字在上面 還有這棵樹 這棵樹和這個位置 我們要預備 再寫下它 轉頭我們會印 因為我 這個是綠色來的 我們不希望 調轉為止 那我現在 拿回 這個圖出來 拿回剛才那塊 顏色出來 那我再印一棵樹 我來加了 用它多一點 因為我 很快乾 很容易沾紙 我們一定要快一點 水 多一點 就不要 像暗筋一樣 這樣 對上個位置 我看到這個是樹 那我就是在柘子 會對上位置 可以用小撞印,用馬連少一點壓力都已經夠了 我們再看看 譬如不夠密的,我們再上一點 譬如有時候我可以用一些顏色筆 因為顏色筆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快一點可以做到這件事 然後再加一些顏色筆 我們再印多一遍,夠密的話 我們用馬連壓一下 好,這次我們夠密,做到這個效果 做到一棵樹 另外,接著我們會做一個 Feed Space的紙 Feed Space我們要準備紅色了 我們在這裡 因為都要很快乾的紋 我們要快一點點,厚一點點 這次我們也是要 厚一點點毛 這次我們也是要 然後,按一下刀子 OK,應該夠密 我們要跟著這個位置 按一下刀子 按一下刀子 然後對面 其實是過分了也不要緊 因為可以 特別可以看到一些 兩個層面 然後按一下刀子 按一下刀子 然後按一次 然後按一下刀子 然後按一下刀子 可以按刀子 其實很簡單 用手,給少許壓力 按一個刀子 再做另一部分就是黑色 我們拿黑色的襪子 因為黑色的位置大一點 我們一定要襪子彈 我們又是要彈開襪子 上去黑色的位置,我們撕出來 OK 這個是鹽紅 我們板位試很多次可能會失敗 我之前做了幾個板中學 幾款都OK 我們拿給大家看 其實我做到這樣 我這次可能太多襪子 線條就吃了下去 還有這個做出來最好 就是剛剛好 絲襪剛剛好 還有色調剛剛好 就做起了這個 你們參加一隻可以嘗試多一點 因為你可以不斷地重複印 總之不要弄壞你那塊板就OK 一路可以做很多張 來試到你認為最完美的那張 因為這次我們會配合西九主題 西九有很多文化活動 我就選擇了 譬如找月曲的那些公仔可以放進去 很簡單 譬如你們叫爸爸 或者上網 Google 找到公仔 你爸爸在電腦那裡 剛才對著電腦 對著電腦 你跟著畫出來就可以 我預備了兩個公仔 然後剪出來 那我就會用少少 白膠漿 可以貼一貼 那個公仔 那也都可以 那些小朋友可以自己說自己喜歡公仔 放在裡面都可以 那除了我擺月曲 你們可以喜歡什麼公仔 都可以放進去 那我們放一個雷在這裡 再放一個男仔在這裡 可以很簡單的寫一幅 粒板的創作 加上剪貼下去 成為一幅可以很特別的作品 還有最重要 我最後提醒你們 每次印完一層 最主要是你們要印完一層 等油蜜乾了才印上去 因為一邊切下去會黏紙 好像剛才那樣 那你最好等到完全乾透了 一層再印一層下去就可以了 謝謝David 剛才幫我們做了很詳細的教學和示範 大家可以重複地看片 然後慢慢創作一張 能夠表達你最想去西九 看什麼表演的版畫作品 大家一定要找機會多些酒房西九 藉著西九休閒的氣氛 豐富的文化氣息 和維港的美景 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大家放鬆心情 時間不停 但是我們買了一張 能不能把氣氛灰處子